柯刚提案若过关! 国中三年一半在学台湾史 国中柯刚有人提议要把台湾史由现在的三分之一,变成二分之一。 赵少康在节目中直呼不可。 要国中三年花一半的时间来学,这么短的历史,你要学生背道多细,更碰批这是为了意识形态把学生逼死。 图TVBS 赵少康认为,历史课纲问题不再怎么编写,而在于出发点到底是什么,如果我的出发点是说国中已经学过编年史了。 所以我要从大角度来看,也就罢了,但是你的出发点是说,我就是讨厌你中国,恨你中国,但是又不能写中国,就把你搞在东亚史下,那个心态就很不好。 他认为,台湾史有多长?三分之一我都觉得太多,应该变成六分之一,八分之一才对。 而且这么短的历史。 你要学生背道多细。当你花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学一个台湾史,你就搞到非常细,那学生烦死了。 图TVBS 赵少康直言,历史应该从宏观与较大的角度来看,你怎么为了意识形态把学生逼死? 国中三年,一半的时间就学一个台湾史,其他全部的历史才学一半,你不觉得太过分吗? 国中课刚有人提议要把台湾史由现在的三分之一,变成二分之一。 赵少康在节目中直呼不可。 要国中三年花一半的时间来学,这么短的历史,你要学生背道多细,更碰批这是为了意识形态把学生逼死。 图TVBS 赵少康认为,历史课刚问题不再怎么编写,而在于出发点到底是什么,如果我的出发点是说国中已经学过编年史了。 所以我要从大角度来看,也就罢了,但是你的出发点是说,我就是讨厌你中国,恨你中国,但是又不能写中国,就把你搞在东亚史下,那个心态就很不好。 他认为,台湾史有多长?三分之一我都觉得太多,应该变成六分之一,八分之一才对。 而且这么短的历史。 你要学生背道多细。当你花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学一个台湾史,你就搞到非常细,那学生烦死了。 图TVBS 。 赵少康直言,历史应该从宏观与较大的角度来看,你怎么为了意识形态把学生逼死? 国中三年,一半的时间就学一个台湾史,其他全部的历史才学一半,你不觉得太过分吗? 。 国中课当有人提议要把台湾史由现在的三分之一,变成二分之一。 。 赵少康在节目中直呼不可。 要国中三年花一半的时间来学,这么短的历史,你要学生背道多细,更碰批这是为了意识形态把学生逼死。 。 图TVBS。 赵少康认为,历史课纲问题不再怎么编写,而在于出发点到底是什么,如果我的出发点是说国中已经学过编年史了。 。 。 所以我要从大角度来看,也就罢了,但是你的出发点是说,我就是讨厌你中国,恨你中国,但是又不能写中国,就把你搞在东亚史下,那个心态就很不好。 。 他认为,台湾史有多长?三分之一我都觉得太多,应该变成六分之一,八分之一才对。 。 而且这么短的历史。 你要学生背道多细。 。 当你花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学一个台湾史,你就搞到非常戏,那学生烦死了。 图TVBS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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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